如果你要问 我们真如本性是几时变成阿赖亚时的 为什么会变成阿赖亚时的 有这个问题的人很多 不但现在有 释迦吴尼佛当年在世就有人向他问过 这是老问题了 这个问题在佛法叫根本大问 这大问题这是根本问题 佛虽然在楞严经上讲得很详细 很明白 可是读楞严经的人 听楞严经的人还是没听懂 为什么没听懂呢 说老实话 讲经的人本身不懂 怎么会把你讲 你会听懂了呢 我怎么可以说讲经的人没讲 用楞严经我过去讲过很多遍 我也不懂啊 我只看古人那个注解里怎么讲 我就这样讲 实际上我没有透彩他的意思 难的 非常之难的 为什么没懂呢 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 有妄想 所以我们要讲个经还要找很多参考资料就完了 那是全是妄想的 一大堆妄想办出来讲啊 本经令官一切又违法如梦 这个幕后一手机 这是总结论 一切又违法如梦 因作如是观 并能动彻三心三无心之礼 并能彻底了然一切又违法如梦啊 那么由此可知 形象是一不是二啊 这个是佛家所讲的 法门无量 殊途同归 无量无边的法门 到最后都归如波尔法门 像中到最后也归在这里 信中也归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能常常做如是观 这个如是观 里面有浅身不相同 有广霞不相同 这个看你俗节一礼的浅身 你的官法了 这个功夫得力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只要肯用功 只要肯用功 这个功夫一定得力 一定会逐渐的深入 然后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当之清静心中 本来立下 是为真实性无忧梦想 这个梦幻泡影都没有啊 我们清静心里确确实实是如此 真心理念 真心在不在呢 在 真心起不起作用呢 起作用 天天都起作用 念念都起作用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一分一秒啊 他止住 他不起作用 从来没有 全是真心在作用 虽是真心起作用啊 自己不晓得是真心起作用 这就叫弥勒 这个就叫反复 日常生活当中啊 还是忘心当家做主 真心起作用 还做不了主 我们跟诸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诸佛菩萨真心起作用 真心当家做主 我们是真心起作用 忘心当家做主 就好像你是主人 你家里用的很多用人 结果当家做主 用人当家做主 主人啊 没权了 变成这个样子 忘心是什么呢 分别知主 起心动念 分别知主 这是忘心 真心是什么呢 见闻觉知 真心 我们睁开眼睛能见 能见是真心 不是忘心 六根门头举一根 你把这一根通达了 那六根就都通达了 所以愣言经上 佛爷是举眼根 说得很详细 经文很长 少凡现见 说明能见 是真心起作用 是真心起作用 见性见 第一颜言见是见性见 第二呢 第二人忘念起来了 起什么 起分别知主 第一颜言见的时候 没有分别 没有知主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不是看得很清楚 见性见 所以主要知道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真心 祝佛菩萨的六根 跟我们完全相同 人家见到真实的 不带一丝毫虚妄 就是不带丝毫妄想分别执着 就不带这个东西 只要掺杂这个东西进去 就把真心变成阿赖亚世 如果你也问 我们真如本性 是几时变成阿赖亚世的 为什么会变成阿赖亚世的 有这个问题的人很多 不但现在有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就有人向他问过 这是老问题了 这个问题在佛法叫根本大问 这大问题 这是根本问题 佛虽然在楞严经上 讲得很详细 很明白 可是度楞严经的人 听楞严经的人 还是没听懂 为什么没听懂呢 说老师话 讲经的人本身不懂 怎么会把你讲 你会听懂了呢 我怎么可以说 讲经的人没讲 因为楞严经我过去讲过很多遍 我也不懂 我只看古人那个注解里怎么讲 我就照着讲 实际上我没透彻他的意思 难的 非常之难的 为什么没懂呢 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 有妄想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经 还要找很多参考资料就完了 那这全是妄想 一大堆妄想办出来讲 这是实实在在的 即使你自己真的有了悟性 真的欺如境界 这个要没有真正修行功夫做不到 所以你一生要学讲经 去研究大藏经 去找这东西 大藏经从头到尾背过来也不行 也没用处 必须要在一切经营当中 立妄想分别执着 那就成功了 那你的见闻觉知 跟如来 祝大菩萨完全一样 展开经典的时候 看看他们误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拿的比对比对 那个不相同 所以一定要欺如境界 要想欺如境界 没有别的 放下 放下妄想 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 放下就还要放下 到哪一天呢 没东西好放了 那你就成佛了 所以到等觉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 还没放下 他还是要放下 要做这个功夫啊 清净心中 本来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 利益且妄想分别之处 知道妄想分别之处 对我们没有好处 只有害处 这个东西造业 有业因一定就有果报 因为我们这个业不断在造 念念都在造 所以业过相续 因真性也随缘故 现其身心世界等向 事为之一踏其心 这就好比现梦中的境界 凡夫不明 凡夫不明 语言声虚幻 深本无声 随之计较之处 任许为始认夹为真 事为遍及执行 这就是迷向魅信 迷在幻象上 迷在梦境上 意为梦境是真实的 这种虚妄的分别执着 就是遍及所知性 前面我们曾经读过 任许经上六句话 在275名 第十九段 任务中迷 毁灭为空 空毁灭中 结案为四 色扎妄想 想象为神 这个六句 我们详细讲过 真正难得了 宇宙怎么来的 人生怎么来的 这个六句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不但宇宙人生怎么来的 这得讲虚空怎么来的 毁灭为空是讲虚空 虚空怎么来的 虚空也不是真的 也是假的 在爆发里面 虚空是属于无为法 为什么把它列到无为呢 因为我们看不出它的变动 像动物生 生老病死 很显著 我们看得出来 它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的 就叫做有为法 植物 有开发 结果 也很明显 矿无 像我们这个地球 大家都知道 是沧海桑田 这个地面上 也是不断在起变化 起变化 就是无常的 那就是与生灭法 侯宽心求 现在我们知道的更多了 就是佛经上讲 沉诸坏空 这是有为法了 虚空 一个生起 一个将来说 灭掉 但是 从生起到灭掉当中 它没有什么变化 看不出它生灭的现象 没有办法列在有为里面 只好把它列在无为法里头 但是这种无为的 相似的无为 不是真实的无为 真正的无为 真如无为 我们的清净心 真如本性 那是真如无为 这个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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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